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我是Noray 現在時間是4點半 然後我們就來錄製我們今天第三部副盤影片 然後剛剛在第二部如果說你有看的話 開頭我就會講說 到達我們的壓力嘛 萬三 13000 那如果是你去空 就抓13025去做停水 那你可以看到吧 現在已經掉到了1295 所以基本上 你是可以獲利的 所以說不要再說 我是一個死多頭 我還是有在做空的部分 還是有在做空的部分 然後那我們就來看盤吧 我們看這個 這波是從夜灰到滑景點 然後一樣是12檔 一樣是12檔 稍微看一下 趨勢趨勢 跌破三三趨勢先 還是要往下彎 然後剛剛是有去做空這個APE 那我這個原本是做多啦 就是在想要把他全部除掉 我就想要慢慢除 然後去 剛剛有在看這一檔 然後不知道他的壓力是在這邊的 不過因為他很逆勢這一種 所以這種很危險很可怕 但是利潤相對來說也是蠻大的 沒什麼特別 其實有點開始找空方的格局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夜灰的部分吧 夜灰是鋼鐵骨 然後現在很弱勢 剩下13塊了啦 然後我們的這個 觀眾吧 留言說 他想知道這個 空的位置在哪裏 空 空點在哪裏 剛錯了 2023 他想知道這個空點在哪裏 14塊 是或現在 那都有機會 再持續往下走 目前的看法 簡單一點就是站著 我們看一下安吉 安吉今天抽起來了 那這個是我們發會員 會員個股 我們來看他今天的情況吧 那當然我都不確定後面會不會點下去 這個主要抓的點位呢 是從那底部這邊 畫一條升降趨勢線 然後滑上去呢 就大致上 就是在這附近 點進來這個線 每次都長得不太一樣 那我怎麼會歪掉 我是畫不還原的 然後大致上就這邊啦 就說 這地方呢 如果說真的跌破了 講真的啦 可以空看看 可以空看看 有可能這樣下去 因為大級別嘛 支撐大級別的 最外側的這個位置 最外側的位置 他如果說都跌破了 那 應該就沒細暢 沒細暢 尤其他不是打第2點 他是打第3點 他已經拉到 拉這麼遠了 這麼 從2020年到現在的一個 多頭阿尼就此結束 這樣子 就此結束 所以 如果說這邊紮穿了 而且他剛好也是到達我們那些 支撐的一些平行線的位置 我不知道這個 會員問這個是想問什麼 他是可能是想讓這個 其他觀眾都可以跟著我們一起上車 因為沒什麼特別好講 他只是拉上去 我們看一下這個美綠吧 美綠看一下這個2439 我們會員人都很好 都問這個 會員群組的這個 個股 讓大家上車 我們看一下 美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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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條 這真是很難對 兩條 三條 從這個最 好應該對這裡才對的 對啦 對這裡才對 對這個不還原 好,大致上我的線,我目前是畫這樣子 從這樣畫,跟這邊畫 然後到這邊,目前看起來還是卡住 還是卡住 但是呢,他有到... 應該說他在現在這個地方開始進行一波類似像是三角收斂的一個格局 但是你想,這邊是一個小格局的三角收斂 跟我們大級別的線材循環,哪邊會勝利呢? 我自己個人,我認為是這個線材循環這個大的下降循環會勝利 我覺得他有機會把他砸穿砸下去 但是,他現在這個地方其實有一個問題 我給大家看看 他這個地方是已經有點突破 然後在這邊進行糾結 踩住,往上噴 所以他可能進行這邊 就看他這邊橫一橫一橫的機會過去吧 如果這邊橫一橫過去,搞不好針對有機會開始轉多頭了 那目前呢,必須首座的是這個82.5 82.5這個位置吧 然後他上一層是在...多少? 沒有,85塊 85塊也是一層支撐 一層支撐,你看喔 這邊還是有做這個防守 目前還是比較偏空防 只是說我不會想要做多 那要不要做空就看個 因為大盤如果都此時此刻開始 原地起噴 那我是覺得 幾乎應該所有個股都會反彈 因為真的很多啦 不要說台積電 不要說其他的 真的都很多都已經跌很深 所以現在大盤只要開始有些反彈格局的話 我認為很多個股 要說大部分的個股應該都會止跌 然後開始做反彈 那這個是空方不想要見到的 那多方當然比較想要見到 終於又來一波這個反彈 不過不要管他到底是死貓跳啦 反正經常做多都對了 所以說 目前可能他是一個空方的格局 但又好像看起來沒有到那麼空 不過我還是認為說 最終調節下去 應該還是會下去走 還是會下去一波啦 不過還是以一個趨勢為主 比如說82.5這邊 82塊這邊再次跌破 真的是一個比較偏空方的格局 我們看一下這個台波吧 這個非常喜人 又非常討厭的一檔個股 這個禮拜四呢 跌破 一爆卡住 今天往上走 這個真的是笑出聲來 這是不知道該怎麼操作的一檔個股 講真的是這樣子 那這邊的情況呢 以這些巨大的K棒來看 我就不會把它看成是 什麼下跌過後 在這邊糾結的上標期 我反而會覺得說 他應該蠻有機會 又會重新站回來 然後再次往上去走 這樣一個格局 目前看起來 以這樣的一個方式去看 然後加上這邊 底部畫家上升區域線 我再去看 好 我們看他加著 他算是走一個 也是上標期啦 這是上升格局的上標期 走一走 跌破 然後這個地方呢 我覺得 是能夠去做空的 他是一個格局裡面的往下 所以我覺得他這邊 反收下來到620 這邊應該不是不可能 那他現在就是來到了高點的位置 之前來到高點的位置 其實就是一個空方格局 應該去做空應該比較好啦 因為 到前高點 到這邊前高點 去做空其實比較好 而且到了一次兩次 三次四次 第四次然後往下點 做了一個 他是蠻標準的 他算是123456 對 12345 他走了五波啦 有時候通常會走七波 七波應該是比較正常的 不過應該都可以 我是沒有很care這個幾波幾波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他這地方呢 蠻有機會 就是小彈 然後會再次往下去疊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我們看一下另外一邊好了 像都沒看另外一邊 那當我們錯過了 空一點好了 我的單錯過了 沒有碰到 只到下面這裡來 下面這一條 然後這邊有爆大量 爆一個大量 然後去衝 這邊是一個空放的訊號 空放的訊號 好了,錯過就錯過了 下來了一個小單,打停損就算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樹 沒有沒有,我們是要看架澤才對 3533 好,這個是從底部上來的三層曲線 然後當初這裡也是疊破疊爆 結果爆力V轉 把這邊人 這邊假設是我應該會去做空啦 把這邊全部嘎空 嘎空要再疊下來再拉上去 很複雜很複雜 看一下 這條線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目前拉去然後上漲 所以時時時刻的行情應該是 想真的齁 這邊有點難判斷 我這邊看的話是覺得它是做一個小格局 那如果說用這個看的話 會覺得說 它又 手回去這個線 所以它後面會這樣走 那如果說看到兩個 不同的 一個可多可空的感受的話 那基本上就不要去做了 不要去做單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 看一下這個三層曲線吧 用肉眼看,看起來是疊破的 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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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好像可以 又好像不可以 沒有觀察的意義 所以 我覺得 目前我觀察不出來 總結就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碩天 碩天就是這邊 好像要一個 先生趨勢線 所以這邊好像要做成一個 算是 三角收眼的格局吧 三角收眼的格局 然後最近這裡有一個壓力線 我把它砍了 那現在此時此刻呢 就是它在高檔的敵方 就是一個三角收眼 它究竟 會不會 會不會這樣子 這邊疊破呢 不確定 目前的看法是 如果說它最好最好的行程 就是有一天突然下跌到85 然後再拉上去 但是它成交戰術是非常少的 所以 它有這樣上衝下棋的格局嗎 會有嗎 我是不確定 那它最重最重 我覺得必須手速85 就是這個地方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有一點 就是走蛋的格局 就 在它疊下來的時候呢 看一下 能否 再拉上去 有這樣子一個 比較好的 至少10%以上的獲利 再考慮看看吧 然後看元金 基本上 我是覺得應該轉空了啦 元金應該跌爆了 我們來看一下吧 應該是跌爆了 跌破了 然後 之前的這一波反彈 可能真的是最後的反彈 最後的反彈 然後就要往下去走 這邊往下去走 禮拜五呢 很討厭的 就是說 又跳空 開高 手速這個35 然後今天是有點往下去走 然後拉這個下影線的部分 然後形成這樣的一個缺口 基本上啦 我會比較建議的是 這樣的行情呢 假設我在35進 那可能 在跌破這一根的時候 可能就做出場了 因為它可能就不是用的方式 可以去這樣做分析 可能我們已經看不懂 可能我們已經看不懂 那現在呢 我會認為說可能等到這邊吧 搞不好是有機會的 搞不好它慢慢跌 跌到這地方然後才抽 抽上來 它這邊的三陣區先已經不守 它守下面這一個 下面這一個 是從這個地方開始滑過來的 從它跌破這邊開始滑上來 所以 這邊儼然形成了另外一個格局啦 我只能這樣講 我目前只能這樣說 然後我不確定它會不會單走 所有的都是一個預測 那 預測的位置就是做進場 然後 跌破都做出場 這是比較簡單的一個方式啦 那目前我會覺得 假設在35就做進場的人 理論上 在跌破它前幾年的時候 我應該就做出場 我會覺得比較好一點 你才不會養成一個 凹丹的一個習慣 可以養成一個凹丹的習慣 可以養成一個凹丹的習慣 我看一下蓬城 我看他們講的第一檔 8255 蓬城也是我們的會員個股 我不知道什麼 這個一樣 會員都很喜歡把這個 會員個股丟上來問 然後給大家上色的機會 大家對這個 一般的觀眾大家都很好 那這個地方 我是把它歸類在說 大級別 大趨勢線 如果說等砸盤砸下來的話 再去解奪 那這個位置很明顯 1 2 3 然後今天到達了4 就是大致上壓到132 然後直接抽上來 然後收到最高點 所以132到140 大概就8塊錢左右 8塊錢左右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在這裡 不確定會怎麼走 不過 如果說真的有一個獅子的反彈 可能就這邊走吧 那當然就是 有拉個10%就先 先閃再說吧 有拉個10%先閃再說 然後這個地方應該會有一個壓力 會有一個壓力 給大家站一下 這個位置 應該會有一個壓力 它是站在143左右 143左右 好看一下 美食 美食基本上完蛋了 它跌破了 頭部 那它整個頭部感覺 實際上是有一個行程 但 講真的喔 這個線喔 醜到一個 醜壁了 你知道嗎 嗯 這個真的是 這天我還可以接收 這天回來我也覺得可以接收 但是今天 這個下影線 就是說 有點喜啦 講真的就是有點喜 那如果 我只單看收盤的情況 它並未跌破 但是它盤中是跌破的 所以 有可能這地方在反抽 有可能會在反抽上去 這個真的是 但是 不知道該怎麼講它 它有點討人厭 有點討人厭 那又拉回去 所以說 目前呢 如果說你手上還有的話 它還沒跌破 只不過 這個低點再跌破 真的就走吧 因為我覺得 有點慘了 而且這邊這個低點再下來的話 150 我們不是說150嗎 那下來的話140耶 150 140 哇這個 很難去 增足 150到140 總共是6 大概跌了6%左右 所以 真的難操作啦 如果是我的話 肯定被洗出去 而且 我可能會賣一句髒話之後 然後就不看它了 可能就是操作比其他檔 大致上我的行徑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是 抓這個10%才做停損的人 當然我們自己包收的原則 都是3到5% 如果是你抓10%才停損的原則 你成功了 你成功了 那我看一下它是有守住什麼 線嗎 之前它是守住季線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守住什麼線 是半連線 也沒有守住 你沒有碰到馬上做反彈 沒有 所以基本上沒有限制讓它守住 所以 我並不是說 這個季線守不住 我再看半連線 那半連線守不住 我再看一連線 我不會這樣去看 所以說 目前 它又收回來的情況 我覺得就還是以它還未跌破 但 我覺得如果是我 應該就直接把它奧扯了 因為 除非說它明天再一個強次反彈上去 不然的話 它在那邊糾結糾一糾 我覺得也蠻危險的 目前自己的看法 好 我們看滑通 哇 這個又是我們會員群組裡面的個股 大家真的都很好心 然後拿出來講 這個也是 三昇趨勢線 安吉 蓬城 滑通 都是我找的 然後 反彈 沒有東西可以看 反正這地方記得賣掉 或是拉出10% 不過 如果說從這地方開始抓的話 43到差不多這邊是10% 先走 然後後續再看 如果說股市有個大反彈的話 才有機會上去 目前它一個位階就是會卡在這地方 進行一個WD 那如果說你 這邊沒去中心場 那就是等待這邊吧 行程 轉槍 47塊轉槍再去看 沒什麼特別 然後它滑斧 滑斧就不是 滑斧之前是 然後後面被砸爛 就把它推出去 我之前又做滑斧 然後整個被洗到爛掉 跌爆 這樣子 我們先來重畫 看一下 看一下 嗯 之前呢是看像它是一個上升的通道 對 然後這地方有跌破 又拉回來的情況 我會這樣去看 我會 呃 這要先把它改成黃色好了 改成黃色好了 我會這樣看 代表說它 跌到這邊呢 都還是一個容許的範圍 結果就在 9月16號 直接給你驚喜 爆跌 然後 一路跌 後面就沒在做觀察了 那跌到哪邊 喔 它現在守住30 是 這也是它跌下來 我才看到 所以現在是 跌了一次 反彈一次 那 這邊已經跌破三升趨勢線 所以代表說 它沒有那種上漲的多頭的力道 那這邊你自己 要做進場什麼的 都自己做 考慮啦 那 它的一個比較明顯的位置 就是說它如果說 能夠這樣子去 這邊完成一個W底 或是說它這邊來個三重底部 這樣就可以看看 或是說你可以考慮在這邊底部去做 那當然拉上去就賣了 這邊30到 30到36 左右 大致上有個20% 還不錯 這一個窄斧的陣 當然這邊的位置是什麼 它是一個 所謂的這個 下跌後的中繼型態 下跌後的 一個下跌段的中繼型態 所以 在它踩了第二次 第二次這一刻 感覺是最好去入手 然後可能是 抓到反彈20% 那如果說它行情好一點 然後它當然可能就不止 不止這邊排 可能又再次又回來 這個 也是有可能 所以並不是每個型態都去 只是說 在支撐的地方做多 在壓力的時候做空 這都是比較合理的一個走勢 看一下 最後一檔滑井電 跌破了前提點 Say goodbye 又再次雜破 所以 感覺滑井電是為了去 滿足 滿足它的這個下跌的這個走勢 我們拉遠給大家看 好 這個 先畫上去一線 砍掉 重畫一波 更明顯 好 它就是所謂的 下跌後的 這個 然後呢 有時候拉 我自己也會抓這樣的格局 為什麼 因為我會抓這個地方去中繼場 那我期待的就是說 有個10%賣 或者真的來滿足了 因為我看到的它的潛在機會是 它是一個橫盤 那 你說橫盤就一定不能做的啊 其實我倒不這麼認為 我覺得說 如果說你是近在一個合理的價格 那當然還是有機會 你看喔 從地方拉到這邊 當然這檔我沒有做 我沒有做 只是說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好 目前它跌破 那 這個地方反抽上來都很危險 那建不建議直接空 看自己個人 我看看拉遠給大家看 他在跌這點 這邊怎麼一隻小恐龍 這恐龍太可愛了吧 這怎麼可愛 是什麼 這是最開始的地方 這地方開始跌破 那 而且跌的比之前更低 這邊會建一孔嗎 我覺得 反抽能看看拉 那 當然喔 它會不會在這邊形成一個 什麼 所謂的上飄期 那什麼情況下最容易形成上飄期 就是現在股市大反彈的時候 就有容易 反彈了一個月 每個月兩周 就會很形成上飄期 這樣子一個走勢 不過目前都還沒有看出一個端倪 所以你也不能說 它一定會形成上飄期 所以現在的情況是倒到這邊 然後可以考慮 但 就自己想想看吧 自己想想看 不要做多對 好 那我們這步到這邊 現在看到什麼行情 等一下 沒有特別 也沒特別 這地方真的往下彎 也有點手腳 好 希望是不要再回來 別再接我拉 我已經加工在這地方了 不用再回來接我了 因為我不喜歡那個 有帳面有虧損的感覺 那個很差 好 這繼續稍微下定 好 那下一部影片見吧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